日本东京都议会在此前是举行补选 执政党、自民党再次失利 由日本专家指政治黑金问题 令自民党支持率大减 未来或将进入政治停滞期 东京都议会补选 此前与东京都知事选举同步进行 执政党、自民党仅掌获八个补选议席中的两个席位 受黑金问题影响 自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连连失利 本次东京都补选也不例外 日本专家指 自民党无力在本届国会中完全解决黑金问题 不能挽回选民信任 安全内阁支持率也会持续低位徘徊 专家指 自民党基本盘会将支持率维持在20%至30%之间 自民党内阁或将长期低空飞行 岸田也不会贸然出手推动修宪 而是会努力拼经济 试图挽回民意支持 9月的自民党总裁换届选举将是未来政治日成功的一个节点 专家指 自民党民党面与两难困境 自民党面与两难困境 由于竞选总裁的候选人 如果在黑金问题上过于迎合民意 严格限制政治献金会遭遇党内反对 如果在政治资金问题上留下暗箱操作空间 又会失去选民支持 专家指 未来一段时间 日本政坛或将陷入停滞 方卫士虎岳日本东京报导